我先講 我覺得基隆這個事情 團結我們的士氣 真的 我們現在國民黨黨團 前所未有的士氣高昂 尤其是昨天張之豪 送了那個燕尿杯 給謝國良之後 大家自己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發起說這個一定要反制他 只要謝國良有發聲 我們一定要去戰聲 所以昨天非常多人 就到謝國良的臉書去留言 我們都去留言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留言 打得太過了 我覺得基隆市議員質詢市長 天經地議都沒有問題 但第一個 你質詢要引用正確的數字 像現在在討論這個東西的時候 基隆市議員一直在講一些 莫不其妙的數字出來 一下說什麼微風的投資 只有1.5億啦 或是什麼 這都是不正確的 所以錯誤數字 第二個 甚至於說質詢的時候 直接送燕尿杯 燕尿杯 好像不管謝國良怎麼反應 你去送燕尿杯 你影射說你是不是吸毒 這事情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嚴重的人身攻擊 這沒有必要到這樣 所以大家站在我們同黨同志的立場 我們當然會覺得非常生氣 所以非常的團結 那我覺得昨天 基隆市議會說要把這送燕尿 很好啊 因為現在 現在的基隆市政府也認為林佑昌有問題啊 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當時林佑昌一開始跟那個大日公司簽約 當時是一個OT約 OT的主體是停車場 停車場只有兩層樓而已 那你用這種方式去招標 最後大日得標了 好 那大日得標之後呢 你基隆市政府又靜置 又更改了去跟他更改了別的條件說 你可以再蓋兩層樓 把它變成一個ROT案 這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正常來講 如果一開始基隆市政府他就是用ROT案 就是跟大家講說呢 這個案子最後是可以蓋兩層樓 那很多其他比較優質的廠商很可能就會來投標 為什麼他會覺得說有商場經營嘛 更有更有利潤可以啊 可是你一開始用了一個感覺沒有那麼有利潤的那個標去投標 然後大日得標之後呢 你又讓他可以蓋兩層樓 這就是量身盯住的因人設事嘛 所以中間有沒有圖利 這是第一個要查的 第二個更詭異的地方是說 明明當初林佑昌跟大日公司簽了是五年的約 可是呢 這個大日公司後來他跟Net合作的時候 他可以跟Net直接簽十年的約 你大日公司你為什麼會覺得你最後會有可以做到十年 明明這個能不能去約這基隆市政府的決定 為什麼你可以私自跟Net簽十年約 這就是後來為什麼內的很不爽的一個主要原因嘛 因為他覺得說大日當時跟我簽十年約 你現在基隆市政府又把它弄掉 那這個中間是中間有什麼貓膩 讓他有這樣的信心 我覺得這個也是要去查 所以好你覺得有問題就去查 再來是基隆市政府也送 好那當然民進黨也覺得說 謝國昌你有沒有圖利微風 我也贊成去查 那我覺得是查不到什麼東西 為什麼第一 因為林佑昌他自己在106年的時候 他也很希望微風到基隆來入住 當時106年的時候微風去基隆參展 林佑昌幾乎全程陪同啊 然後還講說什麼呢 微風啊企業文化品牌價值都一等一的 如果你能夠來基隆啊 這是我們所需要養分 把微風講成這個樣子 好那結果現在謝國良完成了你的想法 結果你開始酸說你這個微風是不是有圖利 然後現在大家都執著在什麼權利金多少 現在不是他們現在民進黨在打的點就是說 明明後來招標的文件裡面 內特也有來投標 內特的投標的 給的權利金的數字比較大 微風給的比較低 所以你沒有 你沒有因為這個權利金 就給內特你就是圖利 有這樣子嗎 人家標案明明講得很清楚嘛 權利金只佔百分之二十 其他還有百分之八十四看其他嘛 那很重要就是你的經營時機嘛 那經營時機來說 那微風本來讓大家的感覺 林宥昌自己都認為啊 這是基隆很需要養分啊 那謝國良基於微風可以給基隆養分 可以讓基隆變成一個 比如說有很多知名品牌的 有商場的一個地方 基隆微風的所在地 那為什麼不行呢 所以我是支持 我覺得都送檢調 讓檢調查清楚 OK 不過現在看起來 若芳一個送檢調 所有中間過程知之解決 全部都偵查不公開 都到檢調了嗎 剛才講到其實包括林宥昌 謝國良對林宥昌有非常多一些 林宥昌也直接回話 從來都沒有再客氣的這些 現在已經變成 那事實真相 你不可能是兩邊 可是剛才 原資所講的那些 對你們來講的話 覺得那個過程 是他剛剛講的那狀況嗎 我覺得應該是先講啦 就是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大家有回到就是說 謝國良你不是剛執政 已經執政一年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這中間過程有問題 那你覺得涉灘有土利或幹嘛 你就直接把他送檢調嘛 對那現在大家爭解點 今天其實不管各縣市都有OT ROT BOT 甚至未來還有TOD 這各式各樣的一個標案出去 那為什麼今天本來一個簡單的一個標案 變成這樣 就是因為你謝國良 你帶著警察 你們市政府帶著警察 衝到了現在產權還沒有不清 就是大概就是私宅 再還沒有回歸到市政府 他不是公有財產 他就是私宅 演變出後面的就是 你怎麼可以用公權力 你沒有任何執法的行政命 那個法院的執行 任何的這些東西 你進到了私宅 你現在沒有辦法交代啊 然後你現在說 這是一個科長覺得 你的分局長下面被調度 分局長說他不知道 那到底是誰派警察去的人說是科長 這太誇張了吧 然後市長是路過這個會議 聽聽簡報而已 有需要到這樣子嗎 而且到底是誰決定 前面其實中間整個流程 不管說他過去你覺得有問題 通通都送檢調 這一年你都可以送檢調 你的產權有機會 你也都可以送檢調 不管怎樣都可以 但是癥結點就是大家曉得就是 一開始你為什麼可以去進入私財 你沒有任何的法院執行 就可以進去 公權力可以大人這樣嗎 後面再衍生出你現在講說 怎麼成績 怎麼停車場也有問題啊 然後直接就講說就是涉貪啊 你有證據嗎 你的證據就拿出來嗎 沒有證據你用帶過去 像柯文哲怎麼大家都貪汙 民進黨都貪汙 證據在哪裡 你沒有任何的證據啊 那你跟謝國良 你跟柯文哲不是就一樣嗎 再來第二個就是你看板的問題嗎 因為大家你掛了一個 這麼大一個看板 賣民進黨政國會 好那基隆的市議員 其實他們都有在講 他說他就直接問到底是誰 出了這筆錢 你寫了這樣子的一個看板 掛在那邊 大拉掛在那邊 結果一開始像浩瀚 那個張浩瀚議員 他在質詢台上直接問啊 問了四次沒有人敢講 結果後來林配長講說 是市長掏腰包 結果後來又發現 結果是各個局處 就是市政府出錢 但是沒有局處敢說 是哪一個局處出了這筆錢 好那我覺得再來你說說謊 再來就是說 你這看板上面一千九百二十萬的 這一個什麼媒體費用 什麼等等 合約上沒有啊 你合約上沒有 你怎麼可以把他加入在這個 說我們其實總金額啊 整個最最基本的這個權利金 就有六千多萬 比林佑昌還要多 你這一千九百二十萬 就沒有在裡面 你怎麼可以把他加進去 所有這些案子 一路如果往下打的話 但原之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會不會影響到 你就會不會影響到未來 包括二零二六啦 所有這些 我其實絕不會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因為二零二六 大家就是選民投票嘛 那現在我跟一些 基隆朋友聊天啊 其實他們也不太知道 大家在吵什麼 但是反而他們覺得說 基隆有微風了喔 我好期待喔 所以對民眾的感受 他們就是這麼直接嘛 那接下來就看檢調怎麼查 如果檢調說 哎呦 結果你真的有人謀不張 你真有貪污 他實定了 但我現在看起來是沒有 我比較擔心是林柚昌 那剛剛那個洛芳講的那些 我承認就是說 謝國良我覺得 在回應的時候有點瑕疵 我覺得有 譬如說那看板 那個沒什麼好不能講的嘛 那個我不用 我不在系統市政府 我都知道那個是 基隆市政府出的錢嘛 因為那看板下面很清楚嘛 右下角就打一個 基隆市政府廣告嘛 誰會這麼無聊 謝國良自己出錢 他何必要在那邊打廣告 廣告這是要符合 那個採購的規定嘛 就是政府只要用到公寓算 有買廣告都要打廣告 那你就問林佩祥啊 他怎麼可以幫 謝國良講說 這是市長自掏腰包出來的呢 秒釋議會 所以我承認就是說 那個回來有點瑕疵 對然後還有就是說 那個1920我也覺得沒必要 因為實際上是有這筆錢的 只是說他們後來看那個合約是 是七年 然後每一年1920 對是有這筆錢 沒有要講說那個 因為那個是在台北 台北信義區的那個微風的那個 那個不是錢啊 對的媒體交換 沒有那個不是錢 1920他是交換 太不值錢 他是換算的 所以我說他這樣回答有瑕疵嘛 我也覺得你根本不需要提那些東西 你直接就講說 我權利金是比較低沒錯 但是我覺得基隆微風很棒 就好比說 迪士尼來了基隆 大家會看他care權利金嗎 你賠錢給他 他要讓他來 因為他帶外部效益很高嘛 他其實就是很坦然的 就講這件事情就好 然後去陷入細節討論 就會被人家作文上 不過這件事情